这是什么阵型 一个箭头 还有一个绿罐子 等等 这后面的罐子有虫眼 这里面不会是红眼巨人僵尸吧 哎呀 我猜的没错 果然是红眼巨人僵尸啊 那这还打个什么呀 不过没关系 我们打开透射 这样就好打了 绿色罐子里面是仙人掌 看来箭头里面并没有几个人打的 首先是这一个气球僵尸 我们把它放出来 一个仙人掌 打一个气球僵尸 那还不是闹着玩似的 我就不信了 这一个气球僵尸还能变成云朵 哎 这一次正常了 这样你还想跑过去 那是不可能的 哎呀 它掉了一个大喷锅 这个好 直接放在第四落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小鬼僵尸放出来了 看一下小鬼僵尸能掉下来什么 没关系 我们还有机会 这里还有一个武王僵尸 我们放出来 哎呀 又是光头僵尸 你这闹着玩似的 我们再打一次 还是先放出这一个气球僵尸 哎 一个樱桃咋蛋 这还有什么考虑的 把跳跳僵尸放出来 然后再把小鬼一起炸 哈哈哈哈 没关系 直接放在第二落和第三落 用这个东西来打 二爷是最好的选择 不过在这里我们还是先打武王僵尸 因为武王僵尸可以召唤半武僵尸 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卡片 就这 前秀呀 武王僵尸给我冒出来一个玉米加龙炮 那还有什么说的 直接发射 就这 赶紧冲上 只要有了太阳花 我们就可以生产这一个吸金锅了 只要有吸金锅 把这些红眼巨人僵尸 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不过 要想生产 吸金锅还必须要有一个磁铁 只能等待 让这些小僵尸 才掉下来一个磁铁 哎 一个猫尾草 这个也很不错 不管放到哪里 它都可以进攻 有三叶草 那就先把武王僵尸吹 哎呀 武王僵尸没有吹走 把半武僵尸吹走了 不过没关系 现在这些植物已经足够了 哎又出来了一个大喷锅 这下稳了 来吧 武王僵尸继续跳舞 这一波武王是什么都不愿意给我呀 给两个仙人长 这仙人长在后期也没什么用 哎最后给我留下了一个冰冻锅 还有一个大喷锅 那我就先把这两个砸开 冰冻一下 哎我说跳跳僵尸你不要乱跑 我不给你点颜色可看 你就不知道我是谁了是不是 nice 刚刚好这个土豆送给 报纸二爷 这样不就干净了 现在就不好打了 这里有一个矿工僵尸 可是矿工僵尸不能放出来 那就把最后一个武王僵尸放出来吧 我们来看一下他会给我们掉下来什么装备 哎一个黑蘑菇 出来一个磁铁 有了磁铁我们就可以生产 锡筋菇了 哎又掉下来一个锡筋菇 得来全部费功夫 直接种在这里 那这一个黑蘑菇 我们就先不用了 现在我们可以砸开这个二爷 还有矿工僵尸 哎矿工僵尸是冲不过去的 还有这个豹子二爷 你想过去也不是那么容易 哈哈哈哈 那现在就不好办了 只有红眼巨人 还有白眼巨人 哎不要急 我还可以生产一个锡筋菇 那我就挖掉这一个仙人掌 这样我们打开这个白眼巨人 那这一个白眼巨人 就跟一个小弟一样 哎你还敢扔小鬼 你以为我这个玉米加龙泡是吃素的吗 现在好了吧 没有东西可以扔了 然后又一个玉米加龙泡放到上面 现在我们只需要等待 让向日葵多生产一些阳光 我们就可以生产西金菇了 哎刚好放到这里 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打开这一个白眼巨人 哎你也扔小鬼 那还是一样送你一个大玉米 不过你这只给我一个墓碑通事者 你也太小气了吧 还有你只给我一个窝瓜 不过不要紧 我们放到上面 可以用它来做这一个白眼巨人僵尸 现在好像就没有别的可以砸了 这第一路我们暂时还不能做西金菇 所以我们只能砸第二路的红眼巨人 哎他们出来了 有这么多的红眼巨人 真的好吓人啊 而且还扔这么多小鬼 就像下饺子一样 拼里啪啦全部落在了西金菇这里 不过不要紧 小鬼僵尸在西金菇的中间 他们是完全活不了的 虽然给的这些植物呢 没有几个好的 但是这一个阳光锅和两个太阳花 还是非常nice的 哎辣椒 这还用说直接给他们 又来一个玉米加龙泡 这还不赢 那小西哥哥就把主机箱吃掉 哎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一个罐子砸开 还等一等 这些罐子怎么比刚才的好像要多一些 那这样我就把这个寒冰射手挖掉 然后再种一个西金菇 这样子啊 就算这些红眼巨人再多也倒不住 哇哇哇还有还有还在 砸你们到底有多少个呀 哎又要开始下小鬼 直接送你一个大玉米啊 哇还有 不过没关系啊 这些脚鬼根本就是闹得玩一样 这几个玉米加龙泡直接开炸 哎就这 辣椒 哎就这 樱桃炸弹 那还有什么说的 直接开始炸 不管你们有多少红眼巨人 也扛不住我的火爆辣椒 好像还有一个大蘑菇 哎你也太结实了吧 这么半天还没把你炸掉 哎眼神灰了吧 最后还有这一个白眼巨人僵尸了 这白眼巨人僵尸 有什么好怕的 我有这么多的玉米加龙泡 那就不用考虑了 直接点开 哟哟你还有小鬼 走你啊